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雪暴 有可能一方面是它是从一个栖地扩散到另外一个栖地中间偶尔穿过的这片森林 另外一个可能是它是追逐了它的猎物 所以偶尔进入了这片雪猫的栖地 雪暴呢这是在大雪猫的领地只活动了不到24个小时 二者不会消遇 即使在野外发生偶遇 那么真正打起来这种现象还是大概不会发生